哈囉,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灣激進的張曉博 歡迎來到今天晚上的激進播新聞時間 每週三晚上九點的時候 我們會由這個碧人小弟我來跟大家來分享一些國內的重要新聞 首先第一則是台北市長柯文哲要選高雄市長了,你知道嗎? 你現在是專職的黨主席兼差的台北市長 其實這個聽起來很像開玩笑對不對 他其實不是真的要選 但是呢,因為他要透過來高雄 幫我們在地的議員吳亦正俯選 每個六日這樣一直不斷的下來 選到這個新聞量大到都讓很多人以為說 柯文哲是不是要選市長了 其實我們看去年在罷韓遊行的時候 高雄人拼了命的在罷韓 但是韓國瑜他不斷的在反抗 結果柯文哲在旁邊幫槍 而且還不斷的潑我們的人水 在罷韓遊行結束的時候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柯文哲當時曾經說過一句話 他說為什麼要去參加這樣子一個藍綠對立的活動呢 大家開開心心吃著香腸不是很好嗎? 一個不斷潑高雄的冷水的柯文哲 現在想要揮軍高雄 民眾黨要把台北的經驗在高雄給實現 這個野望有可能成真嗎? 那以下再幫你插播另外一則新聞 台灣基金在每週三晚上九點的時候 即將用這個基金博新聞的節目 來跟大家分析一些國內重要的新聞時事 那也歡迎大家如果你有一些什麼想看的新聞 想聽我講的新聞 想要看基金怎麼樣觀點的新聞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區告訴我們 不管是凌晨1點3點4點5點 小編都會爆肝幫你把影片做出來 可以吧? 可以 小編剛剛說可以 我幫他代替回答了 那就拜託小編 那也拜託各位網友歡迎一起來留言 我們一起留言一起討論一起來看台灣的重要的新聞 禮拜三晚上見哦